15日我在深圳 距离上一次来深圳的 已经是四年前了 在酒店的楼顶 看到了平安金融中心 回忆一下子带到了四年前 四年前 2016年我第一次来到深圳 就在平安金融中心附近 那时候刚进入金融行业 始终在往前拨半圈 2015年 那时候我临近毕业 在投校招但也很迷茫 我不知道要去做什么 到现在我才理解 我那时候的迷茫根应该是 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我很羡慕我学建筑 学会计的朋友们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毕业之后 应该去应聘什么职位 而我应用数学系 可以做什么呢 当时想去咨询公司 那时候觉得咨询的工作 大概是收集数据信息 全力全意要的报告 而我上场写报告和总结 但本科211并不够进咨询公司的 巧米庄 当时一家还不错的猎头 给了我offer 那家猎头在2017年上市了 但是当年的基本薪资 只有四千 在北京租房也得几千 我要怎么生活 但是还有一个国际航空公司 赵克福 基本薪资有七千多 可我觉得那是一份 看得到头日复一日重复的工作 面试主管和我说 这份工作很适合女孩子 安稳没有压力 还有机票福利 但我可能 还想活得更鲜明一点吧 随着毕业 好多人都纷纷离开了北京 我一个人 也没有勇气在北京待下去了 我去了昆明 上海这些有朋友的地方 后来落脚了长沙 因为这里有情人 回到长沙没有什么压力了 我不用在乎工资 去找喜欢的工作 迭代试错 尝试了不同工作 渐渐的我找到了自己 擅长做的职位 在我渐渐安定后 最好的朋友来到了长沙找我 但他在长沙的工作 没有很顺心 很想念北京 我也不太喜欢 这种安定的日子 我说 那过完年 我们回北京吧 改议北上 我在妈妈搭了下来的目光里 都听到了叹气的声音 回到北京2016年 那时候金融市场很好 我进入了影视金融行业 薪资还凑获 工作挺丰富的 做研究分析 参加活动 兼不同的人 但我G203 送走了我最好的朋友们 我又变成了一个人 进入了一轮新的迷茫 我还应该待在这里吗 离开公司我的价值是什么 我记得当时的领导 和我说过一句话 你所不能被替代的那部分 才是你的价值 当时就很想成为 大众眼中的精英 比如欢乐送礼的Andy 前半山里的糖金 我很乐意去参加一些饭局 虽然其实我更喜欢的是 一个人回到家安静地待着 虽然常常会和领导 参加一些活动 但我对微信里 加了好友的前辈们 几乎没有利用价值 我辞了工作 回长沙歇了一段时间 再次回到北京后 又元气满满地和一些 认识的人创了业 独自承担着基金产品的设计 录研 培训等工作 感觉是在找自己的用处吧 后来投资人撤资了 劳动纠纷折腾了我一大把 加上那年感情难过的事 整个人很低落 没有和谁倾诉 可能觉得人类的悲欢 并不相通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不怎么看朋友圈了 我避免自己听到别人的声音 产生焦虑 我给自己找了一份清闲的 中后舞台合规工作 不用社交 薪资也够日常生活 业余玩乐 先养活自己 再做自己 工作之余 看展旅游 见老友 也是在那个时候 逐渐在网上分享自己 到现在 再业余成为了一名博主 我也不想再 追求做一个精英了 放下执着后 我开始意识到 自己就是一个平庸的人 当你接受了自己的平庸 包袱也就放下了 现在 我更想成为我自己 这大概就是真实 面对自己的力量吧 那你说 迷茫结束了吗 并没有 但是我现在不再害怕 未来的不确定性 我回想了一下 我所有的经历 都是在解决我最初的迷茫 我能做什么 拥有一个遗迹之长 无论在哪里 离开谁 离开哪个平台 都能活下去的技能 恰好这份技能 又是我所喜欢的 但是 你怎么办 我还不错